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两天没回在老家来 这黑蛙看见我 感觉好像不一样 有点在撒娇的感觉了 黑蛙 耶 今天你咋了 平时你吊都不吊我了 哎呀 你走路那个姿势真的是 这里还有一点白毛 找找家里还有没有鱼啊 给你来一条啊 这么热的天给你们来点冰镇的 冰镇鱼 不要啊 蛤 不要啊 看你有不要的动 你们都不知道学学黑蛙 白眼里面这么多年给你鱼只还这样凶我 黑蛙真的是看不见啊 这视频里还 看不到她的嘴太黑了 你看黑蛙在那里独显了 咱们家这猫了 那个梨花猫是她的妈 这两个有一个是她的外婆 然后是两姐妹 这两只白猫 看这黑蛙在这里吃 她们在那里守着 三角 把她给宠坏了 因为 现在就这一只黑色的 一只独宅 其实那个鱼多的时候了 这几只大猫是不会 让着这个小黑蛙的 但是只有一个了 它们好像就会让着 我还想让这个黑蛙了 以后是吧 三个丸子呢 被它们这样走下去 我估计以后是个废物的 这是我们家很多猫 真的是我们家的 也生了很多小猫 然后村里的人啊 都把那些人来捉猫 都把那种亲人的猫给捉走了 剩下的就是这种怕人的 都留在家里了 现在大的还有狮子 另外还有两只小的白色的 偶尔能看见一次 还没这个黑蛙带 也不知道是哪一只猫生的 我还是给你们切了吧 要不 有了一个 你们都是不叫的 你再这样叫 你也这样叫 谁出尾巴 谁出尾巴 第一个出尾巴 看谁在这吃 看谁在这吃 把你挖住了 黑蛙的挖住了 黑蛙的挖住了 最后吃了 最后吃一个好的 谁吃头 哪个吃头 看 都没人要啊 你吃好了 你尾巴是大一点 有营业一点 来 黑蛙的挖住了 来 黑蛙的挖住了 来 黑蛙的挖住了 你了 你好像